我以前是宅宅工程師,宅男,不太像戶外運動 個性就有點陰沉 也沒有特別的夢想 第一次接觸路跑完之後 就覺得碰到一個點好像就把洞戳開然後擴大 跑步之前常常不知不覺就給自己很多的限制 跑步之後我就會去思考為什麼不能做 以前下雨天不會出去跑步 其實出去跑之後覺得下雨天跑步也沒怎麼樣 就冷了一點,狼狽一點 心情是快樂的,也有一點爽快的感覺 有一次颱風天沒有地方可以跑 那我就只好翻了學校的圍牆,跑進一草堂跑步 你真的只能跑這樣嗎? 我現在很確定要完成這件事情 我不想要放棄,我要突破自己 我希望可以跑出自己滿意的成績 5K、10K、半馬我完成了 下一次目標,我要認真跑一場屬於我自己的圈馬 進入! 極份! 現在排在你車中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